许多人可能知道郭德纲并不是德云社的董事长 他的妻子王慧才是 郭德纲老师本质上就是德云社的一个员工 郭德纲的妻子王慧曾经是冠绝津津两地的大古演员 可是当年为了辅佐郭德纲 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10月2号在德云社古曲社专场的第二天 王慧终于是王者归来 正式回归大古舞台 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可能大家对于王慧的认识 都是来自郭德纲妻子这个名号 但其实在嫁给郭德纲之前 王慧是著名精运大古演员 不到20岁就已经红遍天津曲弹 嫁给郭德纲之后 王慧甘愿退居幕后经营德云社 如今德云社发展的越来越好 王慧也决定重拾自己的事业 实际上王慧于2011年就有意想成立古曲社 时隔10年终于达成了当年的愿望 为了这次演出 整个古曲社的演员紧锣密鼓地排练了许久 王慧也在万众期待下付出登台 王慧再次登台表演可谓是排面十足 郭德纲老师亲自化身为报幕员 为自己的妻子报幕 这也是德云社唯一能享受这个待遇的人了 郭德纲老师心里很清楚 自己妻子对古曲的喜爱 就像自己对相声的喜爱一样 当年放弃古曲来帮助自己发展 一定是万分不舍 如今自己成立古曲社 一方面是为了挽救这门艺术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妻子重返舞台 并提到此次演出对于王慧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毕竟他已经二十年没有再唱了 因为一直忙于发展德云社 王慧放弃了自己的曲艺事业 但他从小就学习经运大鼓 还经过许多名家指导 不唱实在是有些可惜 所以郭德纲也非常支持妻子再次付出 郭德纲在报幕时还透露 为了此次付出王慧这段时间一直在吊嗓 希望能尽快恢复状态 这一番介绍令观众越发期待王慧的表演 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 王慧穿着黑色金丝旗袍惊艳亮相 走动时耳朵上的水晶流速耳环不停晃动 手上戴着一串手镯也格外显眼 时隔二十年再度登台演出的他显然精心打扮了一番 一上场 王慧先向观众鞠躬 紧接着话不多说 自己古板掌握节奏 喝着伴奏为大家带来了一出经典的宝玉取亲 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虽然很多年没有登台了 但是不管是台风还是唱枪 依旧是甩开了年轻演员几条节 跟那些老先生相比也毫不逊色 当晚王慧足足返场了四次 观众们的掌声久久不息 只要他一开口就能收获大家的欢呼声 气氛非常热烈 王慧返场时 在台下观看表演的郭焚洋高声大喊 妈妈我爱你 郭德纲借机调侃自家小儿子 将现场气氛吵到高潮 妈妈我爱你 哦儿子 天地德云社就给郭焚洋先生在这 不只是郭焚洋这么激动 其他德云社相声演员更是难演骄傲 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祝贺师娘回归演出成功 大家公认的德云社人气之最张云雷 和师娘关系非常好 不仅亲自扶着王慧登台表演 还在现场端茶送水 非常体贴 当晚演出结束之后 张云雷在网上晒出了与王慧的亲密合照 并配文我爱我姐 还加上了一颗红色的爱心 另一位德云社相声演员杨赫通也发文 师娘上场的那一刹那 可感动死我了 还配上了一张王慧登台表演的美照 王慧的回归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观众们也纷纷留言 师娘好美 终于知道大林子 为什么说郭老师高攀了 因为师娘太有范儿了 王慧当年为了德云社放弃自己的曲艺事业 一步步将德云社发展壮大 王慧回归鼓曲舞台 也意味着德云鼓曲社有了主心鼓 相信以王慧老师的实力 一定会让鼓曲社重现相声的成功 繁荣这枚艺术 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我们也期待今后还能再看到王慧的精彩演出